大家好,我是常老师,欢迎来到《长阳说流美》 有的家长问我说,今天听说哈佛大学MIT状告移民局 因为移民局在7月6号前天发布的 关于秋季学生入学的要求的规定 那么让我来解读一下,其实这件事很苟雪 跟中国的学生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是既然大家都说了,我来解读 而且在网上有很多的阴谋论什么的 我想从原文来跟大家来看一下 这些事情怎么看,它是怎么回事 首先确实哈佛大学和MIT 今天在告了美国的移民局 那么他告的主要是说移民局禁止 在online only的university 就是全线上课程的 全线上的大学的国际学生 就是留在美国 那么这里边他是在波士顿告的 然后哈佛大学的他的president 就是校长和他的主管国际副校长都说话了 那么而且这个上面说的 说NEU就是东北大学也支持 而且后边是说其他的几所学校 康奈尔,达特茅斯,杜克,宾大,普林斯顿 也说我们来支持 而且另外一个消息说南加大也准备来告移民局 在这里边其实大家要看他的说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理由就是说这个事情 对这些学校只是开线上课程的这种学校的国际学生 太残酷了 其中他就说如果有的学生 比如说叙利亚的 有的是埃塞俄比亚 叙利亚还是有战火 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没有网 那么他们怎么在海外来学习 所以这些都是跟中国学生不太有那么关系 中国也没有战火 中国也有网 那么这里边还说了 就是他中心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移民局不该管我们学校怎么上课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边还很有意思 就是他里边说了 我们哈佛是有很深的校园教学的传统的 而且在秋季我们已经有准备有40%的本科的学生 要回到校园里来居住 但是来上线上课程 哈佛会尽他的权力 会增加学生之间的这种社区的沟通 那么这里边可能也包括教育和授课 因为所有这些学校其实都知道 线下的授课的效果比线上要好得多 在今天的白宫的记者高代会 也有记者问到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说 你怎么来看 新闻发言人的回答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政策非常的清晰 首先 然后他还说 如果你光学线上的课程 你是不应该得到入境的签证的 就比如说学生如果去上Universe of Phoenix 这是一个美国著名的盈利的纯线上的这么一个课程 在美国以前他遍布全美 叫菲尼克斯大学 但是这个学校后来就无声无息的就消失了 为什么呢 就是经过后续的研究 发现这个学校的学生的学出来的学习质量 它的毕业率非常的低 而且在很多时候 这个学校就是帮助这些失业的或者老兵 来到政府去申请教育的补助 然后让他们来交学费 但是最后他把学费拿到手以后 也不管学生的是不是学会了 是不是能毕业 他就是挣学费的 他说就是如果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学校的话 你可以就在线上学 你为什么要拿美国的这个Visa呢 所以这个言下之意 就是说现在确实是因为移民局的政策的放松 确实是有的一些原来纯线上的一些学校 开始因为他们来就是赚钱的 他就开始去或者去申请 或者是已经发放学生签证 让学生来美国 那么这种学校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校园 没有线下的设施的 所以这个在移民局是把这个口子堵上 那么我们如果再回到来看移民局的规定 就是他怎么来定义第一类的课程 第一类的学校 第一类的学校他说 是这个学校是operating entirely online 就是这三个字的字面解释 就是学校的整整个的运行都是在线上 而且这白宫的发言人也说 他就是这个菲尼克斯大学这类的学校 所以你这个像哈佛南加大 NU他根本不属于这一类的学校 而且中国学生来美国参加的基本上都不是这样的 就不是基本上就全不是这种纯线上的学校 因为纯线上的学校 你就算拿到学位回国的认证 是认证不了这个学位的 中国的这个教育部只认同在海外 就是在本校而且是 还不是说比如说澳大利亚学校在新加坡开的分校 你在新加坡上学还不是这样 就是在本校校园里上到足够时间的课程的认证 所以在这一个哈佛来状告移民局 其实他就是说你移民局现在管得太严了 对国际学生一点都没有同情感 现在都是疫情 这些埃塞俄比亚的学生 叙利亚的学生没法回去 我就要为这些学生说话 但是这里边我的判断 这件事情他们不会能够移民局这个事情 非常的这个一致 所以这里边哈佛和MIT很难说这件事告到移民局 因为这和当年川普说 是从一些穆斯宾国家的人不能入美国入境 他们都是恐怖分子 和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移民局它是有很清晰的这几类的 而且这些刚才提到这些学校 每一个学校我敢保证 都是到时候要申请的是第三类的 不会有学校是申请的是第一类的 所以这里这些就是一个 这些学校觉得 我在这个时候为这些国际学生 这些非常穷的国家 有战乱的国家的学生 来说句话 来申冤就是了 但这里边没有一个字提到 中国的学生是怎么样 他要真是想申冤 他去跟移民局说 你把中国的入境的14天 你给取消了 因为这个显然应该取消 中国每天的案例是几百个 美国是上万个 没有说中国往美国来输入病例的 你去管点这些事 他也不管 他这个就是专门对这种 穷国家的这些国际学生 给他们来申冤 这些学生比如叙利亚的 什么爱塞俄比亚 他可能他确实很可怜 但是移民局其实还说了 你们可以转学这个学期 你们可以到别的学校 你如果想不离开美国的话 所以现在整个美国的这种 教育界政治界都变成了一种 就是大家都拼命找机会 来为所谓的弱者来说话 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那么这个是对的 为弱者说话没有错 但是这件事跟中国学生 没有太多的关系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学生 各位家长 在这个时候赶紧管好自己的事 赶紧决定你在秋季要上什么课 你如果在美国的话 你赶紧想好你上哪门线上 哪门线下 而且我敢保证 线下的课程的选课 一定是一下会爆满的 因为学校现在的情况 它是开不了这么多线下的课 但在中国的学生选课 就更应该注意了 因为你这可能涉及到学期当中回美国 或者你还有时差 你还有这问题 所以你就把课选好就行了 这些什么哈佛怎么告 什么去前白宫去声援 不用太折腾这些事 你像声援了完了以后 白宫发言人也说 这个通知都是很清楚 所以他也回应了 不是没有回应 所以家长说让我来解读一下 我就解读一下这件事 这件事你就看个热闹就行了 哈佛做的也对 移民局这件事做的也没有很多的错 因为他是要管理整个国家的 国际学生的签证问题的 他不能一百万人不能乱了 所以这件事情跟中国学生不太有关系 好的 我希望我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到一些中国的学生和家长 解除一些疑惑 那么大家有意见或者有疑问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在留美有任何的升学转学 读研究生什么实习 有什么问题 或者疑难杂症都可以私信我 也欢迎大家关注 长阳说六美的微信公众号和知乎和头条的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和转发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